这是官兵们利用执勤剑系开展的一次威克好文交流活动 大家轮流登台讲述一个故事 分享一段经历 共同成长进步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针对维和任务的特殊性 为官兵搭建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因地制宜的利用好维和资源 那么在完成好警卫任务的同时呢 将点滴的时间进行整合 让大家学有目标 学有所得 在这个维和分队 每当官兵外出执行任务时 指导员都会提醒大家留心观察细心体会 将执行任务的收获记录下来 每次反应后 大家或是结合巡逻任务讲体会 或是对比国内安定的环境谈感受 指导员还不时在旁边鼓励引导 大家越谈越高兴 许多大道理在不知不觉中 就在脑袋里留下了烙印 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要人人参与 还要各个受益 维和营地生活单调 信息闭塞 丰富多样的兴趣小组 就成了战士们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 战士吕泽浩是第一次参加维和任务 他和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 一同学习吉他 不时还搞些创作 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 工作也更加有了干劲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维和期间 业余文化生活 同时还让我们打开了思路 学到了本领 获得了成长 教育形式灵活多样 方法手段扎实有效 才能更加入脑入心 前不久 中国军队参加维和行动 30周年图片展览 纪念仪式等一系列活动 在营地举行 中国兰魁展现出来的忠诚勇敢 不如使命 荣誉至上的维和精神 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官兵 勇当守护世界和平的先锋 我们把被动的听 台下坐 变为主动的学 登台奖 让官兵自己当主角 把生动有趣的教育配合活动 串联起来 缓解海外维和压力 确保官兵 以更好的状态 完成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